菩提心是真心 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 一切众生 过过不无啊 人人皆有啊 这是说 肉弹心所居的菩提之理心 一般人都把这个心呢 称日以为是心脏 其实 设心脏也没有设错 现在科学认为呢 能够思考的是脑 不是心脏 说脑也没说错 为什么呢 整个身体构造啊 它是相通的 所以真正理解它的意义 这个重要 实在讲呢 就是脏实 阿赖耶实 阿赖耶实在哪里 是在脑 还是在心脏 哪个地方也找不到 我们在论言会上 看到释迦牟尼佛 让阿南 去找心在哪里 但是你说用心呢 阿南也讲用心呢 佛也没有说 他是真心是忘心 佛只是心在哪里 阿南找了七处 都被佛否定了 阿南惊慌了 这回过头来 向世尊请教 其实 心在哪里 一切法 从心向神 一切法 离不开心 心是一切法的本体 离开体 哪有现象 所以 一切现象 就是真心的 禅宗 大车大悟的人 知道吗 老和尚 问他 开悟了 在哪里 悟什么样子 真正同达的人 随你也法 老和尚 点头 这个考试就通过了 真正 彼此有默契 所以 心是万法的本体 心在一切法里头 阿南问的七处 都是 不能指在哪一处 处处皆是 无有一处不是 好 好